这本书啊 秋风 我呢 仔仔细看了两遍 然后刚才呢 你说到这个陈欣一啊 一会儿叫老师 一会儿叫娘 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 在你的所有的文章之后 陈欣一老师这个文章 是在所有亲友的第一位 可见 就是他在你和这个 标子那个心里的这个分量 不光是师生 而且呢 还有这种一种 你刚才叫他娘嘛 那么可见渊源不同一般 所以呢 你接这个红楼是不是跟你们三个人 这个过去的有关系 当然了 我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因素 让我决定说出来 就是在这种很心虚的状态下 然后强赶着自己上去上这个架 一个是就是说 这是我老师对我的一个要求 他希望我走出来 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就他 他对我是不满意 他是满意的 但是我没有达到他的期待值 一个是他对我的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 我想 我想 替标子还一个愿 因为当时 标子一直就在说 希望跟老师再合作一部话剧 让老师再给他上上课 然后他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心愿 我觉得 我应该替他来还这个愿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再有一个就是 心一老师他不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一个导演 他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一个艺术家 就是任何一个演员跟他合作 我认为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和提高的过程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就是不管你的后续是什么 我们不管 就是说 当你心里还有一点 你想去对艺术有一种追求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让你再去重新走入艺术的最高殿堂 再去跟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一个老师 去学一些你应该学的东西 这个特别重要